好 今天我们继续很感谢 老师阿富隆 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人成长 很重要我们就留意的一些东西 刚才老师阿富隆老师提醒到 如果我们只是一门 专注在心灵灵性的修行 以忽略我们人性方面的一些东西 也许是一个危险 我想到我也是要两个 都是一些修行相当不错的老师 然后他们跟他父母 然后跟他们前途的男朋友女朋友 还是非常混乱 会出很多几乎是丑闻出来 那会不会是一些灵性受刑的一些traps 一些我们需要留意提醒自己的 特别我们在灵性开始有一些开悟 或者是什么境界的时候 很多学生的时候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说一个人要怎么测量他真正的状态 其实说两个点 第一就是说 其实当生命是很顺利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还OK 对 可是当我们被考验的时候 遇到挑战或是逆境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负能量有可能会开始浮现 所以你会看到你真正的反应状态 对于任何事情的发生 它特别是负面的 因为如果负面的事情 有刺激你的负面的能量 变成那个是你的层次 就是变成你有一些危险 觉得一些层次在 另外一个方式来测量你的状态是透过你的关系 因为你的关系是会反映到 你关系的品质会反映到你跟你自己的关系的状态 所以其实如果你跟某一些人就是有破碎的关系 或是冲突的关系 或是复杂的关系 或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关系 那个都是一个资讯关于你内在的问题 是透过这个外在的关系 你能够看到你的课题 如果你愿意 因为它是一个反射 它是一个必要发生的一个关系 跟一个反射 因为自己有盲点 然后因为自己的反省 是不够有深度 所以这个关系是需要产生 那个课题才有办法 透过那个关系 让你知道你的盲点是什么 所以如果它生命上 有一些很不感觉 就像是不必要的一些挑战 跟很多就是关系上的冲突跟问题 其实那个是代表自己的问题 所以反正透过这个两个方式 你可以来知道 透过我的反应 是不是容易导致到负面 然后透过我的关系 是不是有一些关系是OK的 可是有一些关系是难以面对的 跟是破碎的 那个都是代表你自己的问题 那你可以从那边切入 所以反正在我的生命中 我的搜寻道路也是 就是走得很久 然后我也是有 就是荣幸的机会 跟很多不同的人 收到不同的层次 包含非常高的大师 就是有一些学习 或是连结 或是接触 然后其实 以我可以想象的一些最高的 他们是在一个分离状态 就是变成 他们有能力 可以真正的处在一个解脱的状态 然后一个很光明的状态 一个频率很高的状态 然后确实那是一个解脱状态 其实解脱是有不同方面的解脱 所以这个是比较细要解释 可是我们就是简单说 他们是在一个解脱 开悟的状态 可是 你就会发现 虽然它处在这个部分 你会感觉 哇 它的能量是很饱满 你会对它有一个吸引 可是在 它当然在处理人性层面的问题 就是会有很多矛盾跟问题 都是在出现 就是在钱方面 或是在力量 权威 或是性方面 都会有一些scandal 对 有一些混乱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 是透过那个事情的发生 它一直在被进化 因为它自己没有进化那些点 所以那些没有处理的点 就会导致到生命的混乱 已经跟上脚步了 所以这边 这边很光明 可是人生的部分 会让你清楚的看到你的状态 其实没有真正的到位 那 我认识的一些 就是 很高状态的人 他们就是 就是 比如我认识一位 他的 他的 他的状态是非常高 可是他的痛 痛到他 真的是受不了 他觉得 没有人爱他 他觉得 你没有回他一个电话 他会觉得 哇 你背叛了我 然后 你没有跟他 就是 就是今天算布 他会觉得 哇 你遗弃了我 OK 他是很夸张的一些结论 可是 他是在一个 开悟状态 OK 所以变成 他的就是 他无意识底下 因为他都没有处理 他从灵性道路开始的时候 因为他很痛 他就开始追寻 如何从这个痛解脱出来 他确实有找到一个出路 进入那些真实光明的状态 解脱状态 已经不是在那个梦中 可是因为 他的意识 某一个部分 已经离开这个梦中 可是他另外一个部分 人心的部分 是完全卡住 然后 是 以他 就是说 在他没有 意愿底下 是完全卡住 在一个非常落地的状态 所以 就是这样子 然后 然后这些人 如果他一直不面对 他的外在的问题 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复杂 或许甚至于 他的身体会生病 因为 人 他可以一直避开 他的心灵层面的问题 直到 他成为 身体的问题 因为身体的 当身体很痛 人就要面对 然后 透过这个 痛的身体 其实 那个身体 在 呼唤着你 回到他自己 注意力 收回来 然后 再 鼓励你 找到那个根 帮那个根解开 可是 在那个层次 已经 有一点晚了 就变成 如果你是 他还没有成为一个疾病 你只要在 心灵层面 处理心灵层面的问题 可是当他成为了疾病 就变成 你要处理那个疾病 你也是要处理 心灵的那个根 就变成 每一个层次 那个问题有呈现 你还是要针对 每一个层次 不是说 好 我生了病了 所以我只要 解开那个心灵的问题 就可以 我就找到那个根 解开就OK了 是 你还是要做 可是问题是 你已经生病了 所以这边解开 这边也是要解开 一直到 那个身体上的痛 也是要解开 所以他自己造成 他自己的困扰 因为他避开 他的痛太久了 所以变成 他的痛 一定要长到 这个程度 他才会面对 所以变成 我知道一些 很高状态的人 还有一个 甚至于 他的意识 已经解脱了 他的存在感 已经解脱到源头里 他的意识 已经解脱到宇宙里 可是他就是 就是一直 有很多困扰 然后他也是搞不清楚 因为他逃避很久了 然后他不相信 他需要处理 他的人性问题 他只觉得 我只要处在 我的灵魂的光 就可以了 可是这个概念 让他完全受 非常大的苦 因为他搞不清楚 为什么 他的生命是一团乱 然后他的痛 有到一个程度 他有一天跟我讲 他说 你知道 如果我可以把我的痛 跟我的问题 处理掉 我会把这个 开悟的状态丢掉 你愿不要开悟 我身体的痛 我已经受不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是鼓励他 就是回到基础 然后面对 他真正的痛 直接面对 他这个阶段非常好 感谢Avlon 感谢Avlon